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人和他们的外援汉克 也是代表德国亚队参加了06年世界杯 也是在周四 联赛又将展开一周双赛 同时下周末也有比赛 就对于全民来说 先看这一次投球 上海深心队三名球员 亚伊尔顿 乌塔卡 再加上21号刘俊南 这三名球员刚才在贵州人和的近期之内 是连续形成了非常巧妙的配合 最后是乌塔卡的传球 刘俊南的冲顶稍稍顶偏了 这个球如果两名球员的身份对调一下 刘俊南来传乌塔卡来顶的话 说不定会有更好一点的效果 不过乌塔卡这条的传球 已经是传得不错了 一个门将位置的轮换 吴彦胜和刘殿座 两个人经常是你上一场我上一场 陈晓东也是解释 这是两名球员表现都非常优秀 相对均衡的上场机会 也是凸显出球队一种公平竞争的气氛 好 这次快发定位球 这个球没有越位 乌塔卡一个人面对对方四名放手队员 还是往进区内抹 代球犹豫 肯定就是给了对方放手队员最好的放手机会 这一次的 这个球看样子还是越位 我们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 传对方中后卫乔尼的上抢 但是传队友的过程中 阴差阳索又把球给传丢了 乌塔卡的反击 乌塔卡在找队友 他找了半天 没有亚伊尔顿 只有于涛 把球交给了于涛 右边这边刘俊南也插上了 看乌塔卡这个球踢的 真是有点闲庭信步的意思 自从来到了上一身心队以后 乌塔卡仿佛又找回了 很难判断 但是难判断并不意味着你要去猜 这个球找乌塔卡 乌塔卡把球停的不错 一摆脱选择自己的射门 这个球没有踢 右路徐文 进去内有三名圈的包抄 刘俊南在第一 交给边路的乌塔卡 中间已经有三名圈的包抄 萨利抢到了第一点 但乌塔卡控制了第二点 再分给刘俊南这个球传 比赛好像也逐渐朝着 比较沉闷的走向发展 乌塔卡把球停下来